走进神秘宜乡 美食小吃香飘四荒 一锅羊汤一条街 为何是楚雄人的最爱 猪油炒大米 怎样一苦二甜三回味 小锤干巴 瞧出的是什么特色 十八种野生剧 你能认识几种 他们又将如何演绎野生剧王国的传奇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中国夜市全攻略云南楚雄 每晚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宜人古镇 祭火大典都会在神秘悠扬的遗族乐曲中 准时拉开序幕 高高堆起的柴火堆 点燃代表希望的篝火 人们一起欢歌赞舞 近距离感受祭火大典的神奇魅力 一百祈求分调欲胜 四五岁平安 二百万世大吉 财源滚滚 三百人的精光 幸福安康 起火仪式结束后 人们在熊熊火光的映衬下 开始祈福 祈求生活安康 家庭幸福 仿佛回到了千年前的神秘遗乡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芳 大家好 我是楚雄市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孙吉 赵老师 刚才我们欣赏了这个宜人古镇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祭火大典仪式 相当震撼 那么在整个宜人古镇 它的这个占地面积 是达到了三千多亩 那也就意味着 吃喝玩乐游购鱼 很多天都不会重样 那是当然 这个我还是相当有资讯的 那我们要从哪开始逛起呢 那么今天我就带你 从我们的这个主大街开始逛 走 楚雄市地处滇中 是昆明通往滇西滇西北的重要连接点 宜人古镇以宜文化为核心 参照传统遗族村落建筑设计 再现了南宋时期的盛世繁华 是楚雄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古镇的街上 大大小小的商铺列地 各种特色小摊形成一道道风景 我这个是顾凯给我取的名字 他们来这里给我买了吃了 他们说 娘娘我给你改一个名字好不好 我说好的 他就说我给你取好了 叫开心小杨育 开心小杨育的名字一用就是十一年 用炭火炸的土豆 拌上辣椒面 草果油 蒜油 芝麻 花椒酱和薄荷 再捡一碗烤好的包姜豆腐 浇上乳汁 辣椒 薄荷叶不可少 这样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特色 我最多的是 可以卖两千多到三千 我最爱吃薄荷 那你最适合来我们云南 满嘴都是薄荷的香气 口感特别好 开心 真的很开心 楚雄人喜爱洋芋 可以和菌子 小瓜 豆腐 椎儿根等各种食材搭配 沙地的洋芋口感较沙 第一次高温油炸断生 再换180度中温 把外皮炸焦 拌上辣椒等调料增香 一天能卖两百斤左右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法宝 配了十多二十种 市场上都能买到的调料 研磨了进行配比 最后成了这么一种调料 洋芋加折耳根 洋芋加小瓜 这个折耳根的味道 确实是有点怪怪的 喜欢吃它的人 就觉得非常独特 有股清香 因为它本身也是中草药 一切都可以混搭 一切就有可能 楚雄瑶庵的椒盐饼 在众多小吃中独树一帜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何菊在宜仁古镇上 做饼十几年了 他说椒盐饼之所以酥脆 主要在于老传统 发酵的小麦面团 一个饼好不好吃 就看这盆面了嘛 切一团水泡着 就可以用这个老面发酵 不用酵母不用其他 发酵好的面团 加上小苏打 分成小团 裹上香油 胡椒粉 葱肉末 玫瑰糖 可甜可咸 然后把锅放在木炭火上 锅上面再放一层木炭火 上下一起烤出来的饼 两面金黄 香酥松软 温度差不多要400度 上下要几火 要配火了嘛 烤出来的这个口感 外出内容了嘛 我这个是传统的椒盐饼 那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它经过改良之后的 玫瑰豆沙饼 因为这个饼了嘛 直接吃它这个 它这个豆沙呢 这个甜味比较适中 姚安千年的传承 椒盐饼 值得一尝 值得一尝 用乌鸡12小时炖制的高汤 用的是七级净化水 糖色非常新鲜 将乌鸡的营养价值 体现得连离尽致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些杂质啊 全部被净化 制出来的汤就是非常的熏熏 口感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甜 好香啊 一口同生的 我要先来尝一口汤 来 你尝一下 汤的味它鲜了 层次感厚重感都有 漫步在宜仁古镇 感受人间烟火 无论是楚雄人 还是外地游客 都能在这里 度过一段惬意时光 来在广东佛山 整个羊在外面挂住 这个四眼眼的地方 我周围汉族员 大家感觉很新鲜 很新奇 来专门挑的这间店 来吃这个羊肉 这羊肉串 味道鲜美 很嫩 吃到我还想吃 卫石街上 挂起的两只枕羊 还不到晚上11点 一只已经卖完 剩下了胡椒 还有一只 也只剩下了一点点 他们家有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当天的这个羊 现在 然后呢 现穿 然后现烤 你看那边全在 大小肥瘦适中的羊肉 根据不同的部位 加工成不同的肉串 这不同的肉串 阿渡一家就在古镇上 穿了12年 每一串肉要那个肥瘦适中 中间的必须打上一坨 那个标了嘛 然后烤起来了 这个肉会更细腻 早上10点钟开始交火烤 然后一直烤到 凌晨两三点钟 一直都在不停地烤 一直都在有种 新鲜的羊肉只需要炭火 再加上孜然 辣椒 盐等调料 轻轻一洒 香气四溢 口感鲜嫩 嗯 太香了 好吃好吃 真是名不虚传 这个羊肉非常非常的鲜 真的是很给力的了 楚雄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来 给你们也吃一串 楚雄人对于羊的诠释 丝毫不亚于西北人 宜人古镇上这条美食一条街 十几家羊汤锅分裂两边 藏着浓郁的人街烟火器 只有你走近它 才能感受到宜家人的最爱 现在我带你来到的这条街区 就是我们宜人古镇 比较有烟火器的一条街 他们每家的口味都各具特色 他们家还有人在弹琴 对对对 这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迎客调 他就在弹着这个乐情 来欢迎我来 好好吃啊 好有激情啊 李兴荣做羊汤锅 严格选用自己养的吃草山羊 至少要养三年以上 这样带皮带骨吃起来 才会更香 第一是不香 第二是瘦 香 它的特点就是富有弹性 而且是蛋皮带骨盖 羊肉下锅 要熬三到四个小时 云南无辣不欢 土羊要配土法做的蘸水 一把辣椒丢进炭火里 传统的炮制手法 是羊肉好吃的关键所在 炮香 炮黄以后 把它煎出来 用手工把它揉出来的 羊肉好吃的特点也是在这里 胡辣椒里加入葱花 盐碎 小米辣 盐和青花椒去山味 再有一勺滚烫的羊汤一半 你很难不被一碗蘸水倾倒 饿香 反正我觉得还是有点嗆 尤其是像一碗黑暗料理的感觉 你看 有油它就更香 就是新鲜的羊肉煮出来以后 就是它的甜鲜 这个汤实在是太鲜美了 就是来到我们楚雄的 必吃这个羊汤锅 羊汤锅在我们楚雄 云南送一道大餐 很棒 很棒 当然 羊身上的精华羊肝 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 把羊肝切成薄片 加入红辣椒提鲜 再用小葱 姜 蒜 提香 大火蒙炒 羊肝多汁鲜嫩 宜人古镇夜市里 每一样美食都能让你 迷了舌尖醉了胃 沿街穿行 吃尽美食 处处充满着烟火气与人情味 宜人古镇的 宜秀产品 已形成近百家的经营规模 现在是四部的一个秀出来 四米多 五米左右的一个作品 差不多一个人秀的话 就是一年时间 宜族刺绣 针法有平秀 盘金秀等18种 图案精美 色彩艳丽 是宜族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表述和载体 也是中国传统 民族 民间工艺的 重要组成部分 用仪秀设计的文创产品 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深受游客喜爱 我们宜族是崇拜服 所以也设了一个服务 群手工的 群手工的 配我们这个仪族服装 同时呢就是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 比较时尚的衣服 搭配起来也是比较棒的 对 而就是我们特有的那个堆秀 一个针法 每个人都各具特色 对 有适合自己的这个文创产品 还不错啊 李长珍不仅是仪秀大师 也擅长制作吐司油茶 仪族人家的火塘 在做油茶之前 会直接在平底锅里 摊上苦荞麦做的巴巴 吐司油茶 是仪族招待亲朋好友 必备的美食 用到的食材有猪油 大米 楚雄当地的绿茶 生姜 盐 以及草果 花椒等香料 大火燃起 炒热猪油 把大米炒到膨胀 之后再加入茶叶和香料翻炒 火烫物里立刻香气四溢 这个时候加水煮开 差不多煮个五六分钟 左右就可以吃 神仙般的味道 一苦二甜三回味 对对对 吃一口用燕麦做的甜味巴巴 摆一块苦荞巴巴 烟熏火料中 就着一碗油茶 火烫变得一苦丝甜 更有氛围感和亲切感 来 我们一起 炉拍豆 楚雄八大碗 就地取材 主要取自家养的猪 宰杀之后的新鲜猪肉 第一碗是酥肉 将调制好的酥肉 炸成纯洁黄色 香气吸人 有日子酥酥坦坦之意 第二碗是千张肉 用猪肚皮上的三线肉做成 煮熟之后抹上蜂蜜 炸成金黄改刀 下面再垫上本地的干腌菜 酸甜结合 香气浓郁 第三碗是蛋卷 在蛋皮里包上肉馅 第四碗粉蒸肉 糯而清香 酥而爽口 第五碗百合园子 第六碗豆腐园子 第七碗珍珠园子 每一道菜都寓意着 团圆美满幸福如意 第八碗血旺炒肉 是八大碗中最有特点的组合 先把猪肉加入淀粉 炒嫩炒香捞起 再用干辣椒 青椒 花椒 姜 料酒和芹菜 爆香的同时 去除猪血的腥味 那个慢火你把它控干 控干以后你肉就比较心内 土熊八大碗是当地人招待贵客 才有的硬菜 也是云南千百年来 饮食的优秀代表 这一碗看上去 就是黑乎乎的一大碗 腹部的那个比较好的血 它才能来炒制 非常独特 第一次见 外酥里嫩的感觉 吃起来这个肉 来吃一个豆腐园子 豆腐的谐音叫 豆腐 豆腐 土熊的这个八大碗 它也就象征了我们遗族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从华灯初上到夜色正浓 宜人古镇一片灯火辉煌 体验一下汉服古月 也能在绚丽灯火的包裹下 展现出移拟的风情 因为就比较喜欢像 汉服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 做专造的话 一天有时候办活动的话 可能可以结个二三十个这样子 就是她美美的发型 不分年龄段都很好看 换装完毕 看见我俩今天这身 汉服的装扮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混搭的 吃喝玩乐之旅 位于宜人古镇铁路桥下的 火车星光集市 百鱼蜜长的街道上空 亮起了一颗颗 宛如明星的小灯泡 穿行其中 仿佛置身于璀璨的星河中 大米磨成的米浆 舀上一勺 只需要15秒 就能蒸出一张晶莹剔透的粉皮 裹上各种馅料 浇上料汁 纯手工的小卷粉 让人垂涎欲滴 这边的话我们有香菇的木耳的 芹菜的还有羊瓜的 能吃出来芹菜清新的那个口感 蘸着这个料汁吃 才更有口感 这个卷粉有点辣 是啊是啊 水蜜桃香蜜饮料 来一瓶 好 干一小杯 太爽了 在炭火上放入蒜蓉 小米辣 滋滋啦啦的烤生蚝 一晚上能挨出一两千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火候也很讲究 干米干嘛就不能说了 好烫 烫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但味道绝对是可以的 很赞很赞 好 再来一个 一个人专注的烤鱿鱼 二十年 一晚上能挨四五千元 老板说 不仅要靠自己的坚持 更重要的是要用鲜 要用心做 做凉心菜 有五十多种调料 要经过小火 四个小时熬 火车星光集市上 还有一个火爆的牛肉串 用的是当天的新鲜牛肉 瘦肉之间 穿上两块肥肉 提前腌制再烤制 同样也有自己的秘方 在这个古镇 大多数人都知道 好香 这个香味和刚才的香 火爆鱿鱼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肥肉 已经基本上算是烤焦了 果然名不虚传的牛肉串 这些看起来又黑又丑的牛肉 和牛肝烤得一片黑乎乎 选的都是黄牛的后腿肉 事先用辣椒 盐 花椒腌制四五个小时 再在炭火上烤制 慢慢地烤制一个多小时 牛肝可以切薄片 撒上辣椒拌匀 而牛肉则要放在这个木炖上 用小锤击打成条絮状再吃 在这独属于夜间的热闹与繁华中 把酒言欢是最轻松和快乐的时光 将菜摇顶在头上的跳菜 唱起喜迎八方宾客的敬酒歌 再开一场精美绝伦的一项练歌 徜徉在古镇 感受原汁原味的遗族风情 尤其是在种满花草和绿植的花园酒吧里 更是悠闲和浪漫的情调 屡见琴的酒吧里 点击率最高的是这道酸菜牛肉 酸菜 源自楚雄本地的青菜 腌制之后再加入酸萝卜等配料 熬制成一锅酸汤 煮沸 再下入现切的牛肉三分钟 酸酸辣辣 爽口开胃 如何将海鲜和楚雄当地的味道相结合 屡见琴创新了捞汁海鲜 在通常加入的味极鲜 芥末等调料之外 还放了楚雄人喜欢的蒜 小米辣等本土食材 把螃蟹 贝类 鲍鱼等海鲜 用酱汁泡在锅里 又有炒的感觉 在用盐锹这么一产霸气十足 这个姜汁我们是放了好几十种调料来炒制的 蜜质酱料 熬出来的一个油 再加上好几种酱炒在一起炒出来的 所以它的香味这些是很浓的 就是它很入味嘛 又辣又涩 口感上应该说和其他地方都不同吗 就是这个螃蟹肉 鲜甜了 咬下去啊 甜甜 我们拌的这个萌萌细语 干一杯 楚雄 世界野生卷王国 已知境内品种多达三百种左右 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 是野生卷大量上市的季节 李问峰经营的这家野生卷火锅 在楚雄已有三十年 青头卷 白牛肝卷 黑牛肝卷 香喷头 鸡油卷 白剑手青 红剑手青 紫剑手青 鸡松卷 扫把卷 胡掌卷 老人头 皮条卷 麻布卷 梨窝卷 奶浆卷 干巴卷 铜绿卷 今天李问峰一共买到了十八种野生卷 快来感受一下楚雄人在野生卷记的自由吧 干巴卷丝成条状 只需用辣椒清炒 最简单的料理 却能让任何高级餐厅的卷艳黯然失色 炒出来更咸 现在满屋子的就是干巴卷的这个香味 你看起来这个干巴卷有点像那个 特别干的那种柴火的那种感觉 整个你的口腔里都弥漫着干巴卷的香味 迷人 庆元 兴兴 做野生卷火锅要先用两三年的土鸡来吊汤 再倒入卷子熬至四十分钟以上 才能体会到野生卷的鲜味爽口 当然食用野生卷要既葱既驴肉既大量盐酒 以免引起中毒哦 在我们云南呢 它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就是云南菌多 楚雄油多 所以来楚雄不吃一顿野生菌的话 就等于没来过楚雄一样 最多的时候五十桌左右每天 要预订预订 不然你来了就不是没桌子 是没菌子煮了 然后我们这里吃菌子 就是要一大碗一大碗地吃 菌子就要带饭吃这个 所以我们吃一下 太猴鹏了 有没有 对对对 鲜 这个汤现在喝起来就有一种 绸缎般丝滑的感觉 人间美味莫过于死案 灯火辉煌热闹非凡 这是宜人古镇的夜影阑珊 已是初秋 但楚雄夜晚的风 依然在一层灯火中热烈而奔放 古镇的夜烟火味 依旧浓郁如梦如幻 不过来这些药 吻子 不够来那家 不够来那家 我和这骨骨 你不不在那 不够来不可就不出 不不出之没了 不够来不得 不至刚打说 天鱼捞饭 山粉淡面 国师饼 清田夜市里传统美食 如何保持经典的味道 稻田养鱼 山中露营 清田石雕 清田的夜晚 还有哪些好玩的 好逛的 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